大家好,欢迎又来到北斗翁频道 今天是2022年7月7日第566集 我们今天的题材是大摩的投资名单 我们一连两集第564集和565集 就是说了高息的大比拼 我们就拿了中国移动和中国银行出来 发觉大多数观众都会比较喜欢中国移动多些 因为最近我们中国那边 听说内房股又有新的消息 当然这些消息都是比较负面一点的 我也说过,内房股其实是银行借了不少钱的了 如果内房有什么东瓜豆腐的话 这些银行股通常都没什么运行的 那么这个洞有多大呢?不知道的 所以最好呢,如果可以避开的 大家都差不多这么高息的 那当然是找一个低风险一点的来投资啦 所以中国移动就变了是比较首选一点啦 那今天呢,我们香港的恒生指数呢 原本跌开几百点的喔 最后呢,收市的时候咬腰升回上去 反而呢,就升了整五十七点左右 那整间呢,大概都是过一千一百亿 那其实呢,也是非常吵吵吵吵吵的 所以呢,我依然呢,坚持我自己的看法 继续看淡这个香港的后市啦 那呢,原本我今天呢 就有机会将这个7500呢 就卖出去的 不过呢,我又虽贪心啦 因为呢,它最高价就去过五个四毫六嘛 但我就不是很贪心的 其实都是打五个半而已 那始终是差那几千,不到就不到啦 那没办法啦 那后来呢,股价还跌回来咯 不过不要紧 有的是机会,迟些再来 那可能迟些可能再更加高价卖出去都不出奇呢 所以我呢,有机会的,就慢慢等下啦 那今天呢,想和大家商讨一下的呢 就是因为大摩呢,就出了一份名单 投资名单 而这份投资名单呢 听说大部分呢,都是一些高息股来的 那既然是高息股的话 喂,我们反正都说了高息股的啦 所以呢,大家不妨呢 看一看这一张名单里面的内容 看有没有什么股票呢 是适合我们呢,去考虑考虑一下的 那当中呢,顺便学一下也好嘛 那,大摩呢,就这样说的 他说市场呢,就预期了呢 这个经济的衰退风险呢 就慢慢上升啦 所以他就在这个上半年,即今年上半年呢 就帮那些投资者呢 就找一些比较高息的股票来投资啦 那将那些比较飘忽一些 或者派息不够稳定的 那些股票呢,就剔走了它 那这个过程里面呢 现在的情况呢 就是经济衰退的风险呢 更加升温得紧要啦 但是要记住一样东西喔 高息呢,不代表一定会跑赢大市的 因为高息都可以是牛牛斗斗 可以是股价不升的嘛 所以投资者呢,最重要呢 都是要留意回那间企业的资产负债表 和这个现金流的状况啦 那大摩呢,他就有39只亚太区的股票的名单呢 就录了出来 其实我早前呢,我是有看过的 只不过呢,就是我忘了 放在这里 所以呢,只能够呢 就靠明报所提供的资料 但明报提供的资料呢 应该只是包括了这个香港区 不过呢,已经是足够有余的啦 因为呢,大摩预料呢 在2023年呢 这些股票呢 有某几只股票呢 它们的股息呢 可以继续增加得多些的 好了,那在这一堆的名单里面呢 在我们这一张图里面呢 我们看到,咦,全部都比较熟悉一点喔 唯一一只呢,比较不太熟悉的呢 就是第一只啦 就是叫做海峰国际1308 那么呢,预期呢 明年呢,它那个派息率呢 可以高达17厘这么夸张的 那现在都夸张的啦 超过10厘的 那究竟这一间公司是什么呢? 呢?反而呢 我对这间公司就有点兴趣喔 所以今天呢,先讲下这一间公司 然后呢,就再讲其他公司 海峰国际1308 这一间公司呢 其实就真的很少听的啦 那它现在的股价呢,就在做23.1 那到底这间公司做些什么呢? 今天才学到东西 原来呢,它是做这个叫海运服务的 那大家知道,自从疫情之后呢 这两年来呢 其实风山水起的股票呢 真的只有航运股呢 就是这些股呢 真是赚钱赚到呢 真是阿妈都不认得的 那所以呢,它的股价呢 是不断地上升的 那稍后我会再讲多些啦 至于这一间公司呢 其实它现在的市盈率呢 大概是徘徊在6.8倍 那单位数字的话呢 已经是很了不起的啦 兼且 它这个股息收益率呢 是高达13.85% 是啊,你们没听错啊 真是很夸张的 问题我经常担心的是 这些这样的好景会不会是长期持续 如果可以的话 那当然开心得不得了啦 其实它每股的资产净值呢 只有4.3而已 所以它的生财工具呢 就不是很值钱的 但是呢 鬼叫现在是这个时运股呢 是不是呢? 那它时运一到的时候 哇,那些财神 不断送些钱给它使用 那它都没理由挡得住的 它每股赚到的盈利呢 大部分超过94%呢 都是拿来派息给股东的 那所以呢 看它的格局呢 都是散水格局多些 就是说赚多少就派多少算数的了 但是这间公司现在的市值呢 哇,都不少东西的 去到成接近620亿元 所以呢 今天又很多 今天又学到东西了 知道有一间这样的航运公司的 这间公司的股价都涨得很重要的 不过其实呢 它涨得很重要呢 都是要有这个盈利的支持的嘛 过去那五年呢 你可以追索回到2017年的时候 你看到它其实这间公司都不错的 都赚成十几亿 十四亿一年的 不过后来呢 就慢慢涨慢慢涨 去到呢 这个19、2021年的时候呢 是涨得最重要的 尤其是2021年赚了90亿 如果今年如无意外的话呢 继续加价 继续做多些生意的话呢 其实呢 过一百亿呢 一点都不出奇的 它的盈利呢 增长呢 是很快的 譬如好像2021年呢 增长了232% 所以呢 它每股盈利呢 也都由几年前的大概五毫五指 升到今时今日的3.4 这样升的话 有什么理由股价不升呢 现在 带你们去看看它的股价怎么升 先 我们刚刚就说它的赚钱能力呢 就由2017年的14亿呢 就一直升到九十几亿嘛 所以它2017年呢 其实它的股价呢 徘徊在大概五元的水平左右而已 当然啦 因为生意好嘛 所以你见到这一幅图呢 去到2020年的下半年呢 开始就慢慢飙升 但是这个飙升速度呢 真是快到惊人的 那么很多股东呢 应该都赚到很多钱的了 它最高价的时候呢 就去到2021年的9月份啦 当时呢 每股曾经做过最高呢 去到36元 那么厉害的呢 所以最近呢 你见到股价跌回来呢 应该就是因为升得太急 所以有些股东觉得 哇 这样的情况 没理由不沽货的啊 但是这一间公司还能拿不拿得过呢 转头呢 再告诉大家 哈 我们刚刚呢 才讲完这一间叫做海风国际嘛 那么到底应不应该去投资呢 我就觉得如果它股价升得那么紧要的话呢 那么最好呢 都是被一被风头 那么其实如果要买 当然买些 还有些价值再便宜些的 或者潜质还更加大的 那么我要讲的是哪一间呢 不是这一间东方海外啊 不过呢 和这间东方海外呢 很有关系 就是东方海外的阿妈 就是这个中远海控了 那怎么说呢 我们先由这个东方海外这间公司讲起先 那东方海外呢 我曾经在第531集 即是在5月底的时候呢 就说了呢 就是这个航运股呢 就是热炒了 非常之好稳 所以股价也都升得很紧要 所以这个东方海外呢 这个股价呢 真是没有令到人失望的 好了 今天呢 也有个消息 东方海外呢 已经变成一个蓝筹股 那听说它第二季的总收益呢 按年就增加了52.4% 升到去大概是52.85亿美元 很厉害 肯定是创了这个季度的新高了 所以呢 东方海外呢 相信今年来的话呢 很可能的生意价 是会再创了一个超级新的高峰 难怪它呢 因为它生意实际上太好了嘛 那你就知道了 十二月份 有个Christmas 到时的航运呢 也都会好不得了的了 现在看回它的市盈率呢 只有2.5倍 还有呢 它的股息收益率呢 很厉害 是27.7% 当然 它是因为派得特别多的股息 才有这样的情况 但是这个特别股息呢 已经连续派了三年了 所以呢 今年如果再赚大钱的话呢 我相信它再派这个特别股息的机会率呢 是非常之大的 那它呢 每股盈利呢 暂时来说有86元啦 那其实它派息呢 就大概拿七成出来派的 那都已经是很厉害很厉害的了 那为什么我要说它呢 原因很简单而已 因为它那个阿妈呢 比它这一间公司 东方海外呢 更加值得去投资的 大家看看下面这一幅图呢 就是这个东方海外呢 在这么多年来呢 派息的情况 尤其在2021年呢 因为赚了太多钱了 所以呢 它连续特别股息 连续普通股息呢 是派了超过60元港元 你没有听错啊 是60元港元的股息 那你说 做它阿妈 是不是发到猪头了吗 刚才你又听到这个东方海外呢 它的市盈率呢 大概只有2.5倍 那你又说 哇,有没有搞错 低到这么夸张 低处还没算低 还有一间比它更加低的 就是这间叫中远海控 编号1919 这间公司呢 就是东方海外的阿妈 持有东方海外呢 大概是75% 那它现在的股价呢 只是在做11.38 还有什么可以看到呢 它的市盈率呢 只有1.6倍 大佬 如果今年东方海外赚大钱的话 加上它自己的业务发展 发挥得好的话呢 其实呢 它真的可以便宜到 一倍以下 这么夸张的喔 那么它的收益率呢 就没有东方海这么夸张啦 有9.3%的回报率 那其实来说算是非常之不错啦 不过我也是那句啦 这些公司呢 可能真的是时来运到的 以前趴家的时候呢 也都没人会想起它的 那它每股盈利呢 就大概6.8了 那但是呢 它派息比率呢 只是拿了大概15.5%的盈利出来派的 那这样派发都已经有 9%以外的收益的话呢 已经是相当之客人的啦 那大摩呢 其实它有说过呢 点名这一间公司呢 也是其中一间叫做高息股的 那么它估计呢 如果 下年2023年呢 一样这么好景的话呢 大概呢 它的派息就会高达 回报率 高达16.5% 那就是说 喂 其实 现在看下去的话 分分钟的股价再升多一倍 我觉得一点都不奇怪的 所以呢 大家呢 密切留意这一间公司的运程 但是呢 它的市值呢 不是很多的哦 整间公司炒马店呢 在香港来计的话呢 只得那381亿而已 绝对是一间很小的公司来的 那么呢 早前呢 如果你有 买它的股票的话呢 就应该可以7月26日 就可以收到它的股息 那么其实这些股呢 早前都不怕去买它的 原因就是 太过强势了嘛 那么连它的儿子都这么强势 的话 做阿妈的又怎么会叉到去哪呢 那但是它的股价呢 又不是很争气 在一月里面来看的话呢 其实它跌了几多 所以 为什么会跌呢 大家不妨呢 如果有兴趣想买这间公司的话 应该进去它的网站里面呢 真的看清楚它到底有什么问题 如果它没有问题的话 加上它的儿子东方海岸都没有问题的话呢 理论上它的股价怎么会这么低残呢 如果说这个RSI的时候呢 那么它的指数就是这个大概43左右 那真是赔赔回回在这个水平的话呢 理量上就不应该投资的 不过呢 如果就这样看这个表面证功的话呢 我又觉得现在呢 可以着两去投资呢 都不是说太过差的情况 我计一计的数据给大家听 东方海外呢 在2021年呢 总共派息就是509亿 那么这间中原海控呢 就拥有75% 所以中原海控呢 它可以收到大概382亿元的股息 来自这个东方海外 好了 到它自己派息的时候呢 其实呢 根据这个AA stock说呢 就是大概是拿了139亿出来派 喂大哥 它只是拿东方海外那些的派息的钱 都没派得完啦 对不对呢 所以如果今年东方海外 再派多点息给它的话呢 那它呢 我相信没什么理由呢 是不加息 即是加派息给股东的 所以大摩说它呢 是会增加到16.5%呢 我又觉得这个可行性呢 应该都挺高的 那大家又不知怎么看呢 好了 又下到我们这一条片的尾声了 再看大摩这个高息股的名单里面 其实呢 头那三只呢 我们可以说呢 这些呢 叫做时势股 时势做英雄的嘛 那这一排是它威的 那当然是它威的啦 那但是呢 后面那四家银行 即是四大银行呢 我就觉得呢 大家都要小心一点啦 虽然呢 这四家银行的回报率呢 都是比较好的 比较英俊一点的 但是 怕怕怕会受到这个内房股的影响 因为内房股呢 现在的不利消息呢 是一日之一日呢 是慢慢地出来了的 那么 不知它怎么可以摆平了 但是问题就是 我们如果醒目的 最好不要在风险高的地方站在那儿 刚才就是打风你都站在那儿 如果不是 就眨自己累自己 好了 其余那些股票呢 都是听过 但是呢 就不是很熟悉的 唯一的一只呢 就是最底的那只呢 就是这个电能实业 那么它的回报率呢 只有5.7% 竟然都可以上榜的 不过 这个电能实业的确呢 又属于是一个稳定股来的 那么其余那些呢 我都觉得比较飘忽一点的 就是比如好像这个中远海控 一九一九 那么其实它 有时的低潮起来的时候 喂 很多年没有派过息的了 最近才派回息的了 所以呢 就是比较不稳定了 不过呢 撇除了这个电能实业之外呢 其实呢 全部股票呢 都是来自大部分 都是来自这个中资股的 嘿 那就是没什么好说啦 全部都说中资股 喂 但是我们香港 是不是真的没有什么股票 是有高息的啊 喂 那又不是啊 我一直拿几只出来 和大家说一下 都看到有的啊 比如好像这个 欺慎卿卿业 太古B 香港电讯 恒基地产 和这个电讯刑科 喂 这些呢 在香港地地道道的股票呢 都OK的 虽然呢 没有那些十几里那么夸张 但是都算是稳阵一族 还是实力派的一族来的嘛 所以大家呢 不妨可以考虑一下呢 其他股票 看看会不会都是好些 那这一集呢 说到这里呢 就已经圆满结束的了 希望呢 今天的资料 对你们大家来说呢 是有参考价值的 希望你们可以帮我呢 看完这条片之后 给个资料 作为支持我这个频道 继续发展下去的 多谢各位 大家好啊 我又有一篇新的文章 今天是发表了的 大家都知道呢 最近呢 我的文章呢 都是围绕着呢 说美股多些的 上次呢 就说了这个台积电 已经说它有垄断性了 但是呢 今集这个文章呢 讲的呢 就更加垄断 因为这家公司呢 真的全世界只有它一件产品呢 是很独特的 这个呢 就是这个叫做ASML 那这一家公司生产出来的光刻机呢 就是全世界是唯一的 没有其他可以取代的 那这家公司好不好呢 我写了一篇文章 希望呢 大家可以看一看 原因呢 其实它的股价呢 都是在这个高位呢 都跌得几多下来的 那既然它有垄断性 也是全世界很需要它这些机器的话呢 其实它的生意应该不休做的 那大家不妨呢 在现在这个这么恶劣的时间里面呢 就看一看这些股票 看一看到时呢 会不会有什么启示给你们 作为一个投资的方向 那希望各位如果看完这个文章的话呢 可以帮我在前后左右附近呢 按一按些广告 那就行了 多谢各位帮手欣赏呀